歡迎收看刑事特搜 讓我們一起回到案發現場找真相 我是戴家儀 今天這集節目要談的是青少年罪犯 以及青少年犯罪議題 首先把時間拉回二十多年前的臺北市文山區 有一位十六歲的饒姓少年 在錯學之後整天無所事事 又缺錢花用 事發當天他路過了一家電腦維修行 看到裡面四下無人 於是起了歹念 他進入刑擠 但很快的就被老闆娘發現 老闆娘蘇姓女子拿出了水果刀 要制止他 沒有想到被年輕力大的饒姓少年搶走了 還狠刺蘇姓女子二十多刀 而警方貨報趕到現場 採集到了一枚清晰的血指紋 但是卻一直抓不到兇手 一直到十九年之後 刑事局比對了最新的指紋庫 追到了饒姓少年家中 當時他已經是兩個孩子的父親了 遠景劈頭就問他 你十九年來睡得好嗎 終於讓他點頭認罪 那門上有一滴血流下來 我就很害怕 我就趕快捉進去 看到我太太 我趕快把它按住 趕快撥一一九 沾滿血的雙手不停地顫抖 驚慌失措 哀痛全寫在臉上 在景美經營電腦維修行的常先生 怎麼也沒想到送完或回家 最愛的太太已經倒在卸播當中 恐怖的一幕 連到場遠景都無法忘懷 事情發生在一九九七年四月 當時高仁和還在擔任刑警 他回憶說 死者蘇星女死被砍了超過二十刀 全都集中在頭頸部位 而且刀刀致命 電腦維修行裡不到四屏的空間 噴得到處都是血 是誰這麼殘忍 檢警搜證發現 店裡原本放的八萬元現金不見了 推測應該是起強盜殺人案 那凶手呢 現場只找到一枚完整左手實質指紋 沒有目擊者也沒有監視器 就這樣景美歌喉命案 一放就是十九年 直到2016年 警方宣布破案 這一年剛好是二十年追溯其滿前 畫面上拎著大包小包 正準備回家的就是饒性凶手 當時員警上前將他圍住 他當場認罪 身旁跟著的女友與小孩一臉錯愕 這時才知道自己的親密家人 是殺人凶手 推測案發當時饒性凶手 只有16歲 他為什麼殺人 原來高中錯覺他當時四處遊蕩 缺錢花用 案發當天正巧看到電腦維修行裡 空無一人才會闖進店裡行切 沒想到老闆娘也就是蘇姓女子剛好走出來 並拿了水果刀試圖抵抗 這時的饒性凶手情急之下 夺刀反擊 導致蘇姓女子魂斷刀下 而那一把凶刀最後被他丟進了景美溪 留在現場的只有一枚寫紙紋 當時根本沒有這個凶險的指紋檔案 民國95年之後 我們才有他一張犯罪嫌疑人的指紋卡 正因為2006年 饒性凶手犯下毒品案留了指紋檔案 2015年刑事局重新建置指紋辨識系統時 才會比對出 當時這枚寫紙紋就是他的 不過因為他犯案時未成年 依法必須減刑 加上他已經賠償死者家屬200萬元 獲得原諒 最後法院判處他11年有期徒刑定言 這種傷痛當然是一直在心裡 那個尤其是自己發現的 那個那個是不違憂的 因為悲痛難耐 事發後常先生將電腦維修行 結束營業搬離了傷心地 而房東也將屋子整理後出租 說也奇怪 後來成租的檳榔攤 小吃店總發生些怪事 像是屋子裡的燈會自動熄滅 冰箱門還會自動開關 甚至還有人聽到女子的哭泣聲 直到某天一位經營茶行的 王姓老闆來接手 這些怪事終於消失 本身他自己有開神壇 然後他有一天晚上 他說看到一個女生 跪在他前面的哭泣 請他旁邊的神明幫他申冤 他跟他講你的案子會破 陳吉十九年的案子是不是真的有神明相助 高仁和不置可否 卻強調 因緣果報只是早晚的問題 作惡之人終究得付出代價 在二零一五年新竹也發生了一起殘忍的性侵焚尸案 死者是一名十四歲的西姓國中少女 當時他在網看兩名國小女童發生了口角 以多數情況來看 念國小應該是天真善良的年紀 沒有想到這兩名國小女童就因為口角 跑去找了前科累累的靈性男子等人 把西姓少女壓走 而這夥人不但痛歐西姓少女還輪流性侵他 最後丟下重傷的他跑去唱歌 導致西姓少女傷重不治 而事發後沒多久 其中一位參與靈略的國小女童 還跟朋友炫耀說 西姓少女因為對他嗆下 被打死丟在橋下了 朋友一聽趕緊告訴大人通報警方 面對記者的詢問 脖子上刺著鬼字 犯下少女焚屍案的零性主謀 一點也不在意 移送過程中 他甚至還惡狠狠瞪著鏡頭 絲毫不掩飾身上的暴力之氣 六年前他糾重把還在救毒 國中的西姓少女壓走後 與同伙聯手性侵痛歐西姓女致死 甚至還用汽油焚屍 手段凶殘 時間回到二零一五年 被害西姓少女的父親和哥哥 來到案發現場 忍不住痛哭失聲 因為西姓少女就是在這座橋下 被人淋虐致死 還原事發 經過做讀新竹某國中的西姓少女 獨自一人到網咖上網 正巧碰到認識的H和T姓國小女童 三人起了口角 讓H女童心聲不滿 向一名黃姓女子抱怨 黃姓女子再向男友林姓主賢告狀 接下來牽視器畫面就拍到 林姓主賢和黃姓女子 找來另外三名男子 火童H和T姓國小女童 一起到網咖外頭來找西姓少女 並且把西姓少女帶走痛歐 再壓到竹林大橋橋蹲下 繼續拳打腳踢 過程當中西姓少女一度求饶 但林姓主賢等人根本不理她 甚至還輪流對她性侵得逞 直到西姓少女昏厥 她們丟下人到附近的卡拉OK店歡唱 一個多小時後回到原地 眾人才發現西姓少女 已經因為傷勢過重死亡 而就在少女失蹤多日後 學校報警斜巡卻騙 卻騙巡不著 直到H女童在案發後 得意地向一名少年炫耀說 對我嗆聲的西姓女已經被打死 丟在竹林橋下了 少年趕緊告知父親並通報警方 警方獲報後到橋下搜索 果真找到西姓少女的屍體 死者父親對於西姓少女受害身亡 悲痛欲絕 警方也尋現找到犯案的相關人等 但林信主謀害黃姓女子就對情侶毫無悔意 還在警局嘻嘻哈哈 調查發現兩人交往多年 分分合合 也生下一名女兒 林信主謀和女兒的合照 看起來相當溫馨 但事實上林信主謀個性凶狠 號稱有仇必報 過去也有不少犯人記錄 最後新竹檢方將林信主謀等5人 依照殺人 強制性交 毀損屍體等罪起訴 案件歷經不斷上訴更審 最終5人獲判無期徒刑定驗 替這期慘絕人寰的命案劃下句點 被稱為冥王的林信主謀 最後禍判無期徒刑定驗 而就在二零二一年的服刑期間 他在監鎖了工廠上廁所時 突然倒地不起 從當開始覺得不舒服到送醫宣告不治 只有短短的兩個小時 而剛才這起案件 一個是十六歲少年殺人 一個是國小女童涉案 到底青少年為什麼會犯罪呢 休息一下馬上回來 回到刑事特搜節目現場 青少年為什麼會犯罪呢 是家庭還是學校出了問題 今天加入討論的是更生少年關懷協會的主任 陳彥均 主任你好 你好 各位觀眾朋友們大家好 好 說到少年 也就是十二歲到十八歲之間未成年的孩子 我們就先來看看最近五年國內的少年人口犯罪率 其實從二零一八年一直到二零二二年 最新出來的統計數據是二零二二年 每十萬人已經有超過七百九十九名少年被列為犯罪 嫌疑人 而如果呢在青年的部分呢是十八到二十四歲 就未滿二十四歲的犯罪人口也是同樣的狀況 在二零二二年呢是每十萬人呢就有超過兩千一百七十人 被列為犯罪嫌疑人 好 我們先請教主任的是為什麼青少年的犯罪人口會增加呢 那原因會出在哪裡 因為現在犯罪的手法越來越多元 那加上說網路上也很發達 其實他們很容易就會有受到這樣子的誘惑 加上說他們可能有些金錢的需求 或說家境比較困難的孩子 他們可能就為了錢 他們會有些時候會做出這樣子的選擇 因為有人在說是不是可能疏於陪伴啊等等的 這些也可能是 因為大家可能以前就會覺得說 是不是可能家裡經濟狀況比較不好的孩子 可能比較容易走偏 那這幾年是不是也有就是可能 家裡其實設金地位蠻高的 但是他也有可能 這幾年也比較多這種比例會走偏的 有 因為其實現在很多可能都雙親家庭 爸媽都是忙於工作早出晚歸 那比較少時間可以陪伴他們 那或者是就都是用金錢來代替這樣子的陪伴 所以導致說有些孩子他就會覺得說 就是可能要有錢才別人只會 才看得起我 或是說我要去用用一些 可能做一些不好的事情 來引起爸媽的注意 對 像我一個孩子就跟我說 如果爸媽沒有辦法給我一個完整的家庭 為什麼我要給他們一個完整的孩子 對 他們其實有時候其實要用這樣的方式 是引起父母親對他們的關注 那有時候就會不小心就是受到一些誘惑 然後掉入了司法的系統 以前好像現在的孩子就以前我們自己小時候可能要接觸到誘惑 可能是你比較常設略不良場所或是交了什麼樣的朋友 可是現在因為網路的發達好像確實碰到誘惑的方式比以前多很多對不對 對 多非常多的管道 那甚至說也是從學校的學長姐啊 他們可能接到工作機會 那有時候就會有些陷阱在當中 有可能會被騙去當車手啊 這種比例非常的高 好 那想再請教說 為什麼青少年犯案 有專家認為說 有可能是過動智能邊緣 或者是由亞斯伯格症的兒哨被忽略了 我想請問主任 這是什麼意思 是真的有這樣子的 我們觀察到真的有這樣子的現象嗎 對 現在蠻多進入到司法系統都是特教生 那很多是過動的孩子或亞斯伯格 但是他的家長沒有在他小時候 可以早聊的那個階段 就發現他有這樣的需求 以至於說他到了學校 沒有辦法跟同年齡的孩子混在一起 就是可能在學校的時候就會過動 他就會在教室奔跑啊 那這個老師一定沒有辦法接受的 那可能就會做一些 可能讓他去罰站啊 或者是說剝奪他上課的權利 那這個孩子他沒有被診斷的情況下 那有可能就是沒有辦法被注意到 還有這樣子身心障礙的需要 對 那如果有些比較會關注的家長 他可能學校也會協助 有些特教班的資源 可以加強他的部分 那很多是落入到司法之後 可能甚至到了矯正學校 才發現說這個孩子有被診斷 說智能邊緣 或是說他有一些過動 然後亞斯伯格 或是有些其他的身心障礙的情況 那這樣說有些孩子 他會碰觸到毒品 因為其實有時候過動的孩子 他用他沒有去在耳少時期 就用那個過動症的藥物 那接觸到毒品之後 他會有起一個蠻有效的反應 他就會覺得 像如果有些像是Ketamine 或是有些成分 其實也是可以抑制 抑制你的 他的興奮 對 抑制他的興奮 那別人說孩子用 就有可能會有藥物成癮的情況 那因為其實蠻多藥物成癮 孩子也會有一些精神貢病的狀況 這都是有些時候家長 不會去發現的 所以他可能本來有過動的情況 他可能知道自己沒有辦法控制自己的行為 或是情緒 但是他服用了毒品之後 發現居然對他自己有幫助 就會讓他覺得比較穩定 可能有點抑制劑 精神抑制劑 或是興奮情願不一樣 好 那我想跟你請教 因為這幾年其實包含亞斯伯格 就是家長的資訊 也是比較發達 然後可能智能邊緣 亞斯伯格 這些是家長比較願意去正面面對的問題 對 那這樣子的孩子 他是可以進入特教班的嗎 因為有一個說法是說 其實學校的資源 對於這樣子的孩子 因為他的需求 其實跟一般的孩子是不一樣的 對 那這些孩子 他只是生病 他沒有錯 但是學校或是這個社會 可以給他的資源 其實不是那麼充足 因為有些其實蠻像雙北 其實資源是比較豐富 那像如果像是中南部 他或許沒有特教的資源 像是以矯正學校來講 他就不一定會有 但現在是已經慢慢擴充 他的矯正學校的一些特教 學校生的資源 但以前是沒有的 對 那這樣成語是他在學校 如果又沒有被發現 那他其實就是到了司法系統 才被發現 好 那關於未成年犯罪 其實警政署最新的年度統計 我們接下來要以少年的部分來看 發現其中有百分之十七點四 是涉及了詐欺 其實我們剛剛前面有聊到一部分 是他們很容易被誘惑 然後就可能學長姐去帶 可能就加入了 可能去當車手 或者等等 那這個比率其實我看了他也是一年比一年高 那我們就請教主任的時候 為什麼未成年的少年 他會成為詐欺犯呢 因為現在我們發現蠻多孩子 他們其實都是有那種 一夜自負的一些想法 他可能沒有辦法去好好的去 可能先完成學業 或是說在學校沒有一些興趣 他或許沒有去探索自己其他的 就是其他的能力 然後去慢慢培養那個技能 所以他們很多都是有一夕自負 我就覺得可能現在也因為現在的媒體 現在的一些攝取媒體 他們其實是蠻多是以金錢價值去 去讓孩子覺得 好像有錢大家就看得起你 然後有錢說話可以大聲 因為他們都每天都接觸到這樣的資訊 因為他們價值觀已經混亂了 對 所以他們其實就覺得說 好 那我就是如果別人介紹工作機會 就可能學長姐就會說 這個很好賺喔 你只要幫我把東西從A點拿到B點 你就五萬塊十萬塊 那其實在一開始他們也不知道這個就是詐騙集團 我只是幫個忙 對 而且其實詐騙集團還有蠻多的斷點 所以其實到我們孩子 其實通常青少年都是最下層 都是車手 然後被抓的也往往都是他們 那有時候可能學長姐提供工作機會 她也就覺得缺錢她就去了 那以為可以因為這樣自負 然後反而最後賠最多錢都還是青少年 因為被抓到的就是都是青少年 那為什麼犯罪集團要找青少年來做這些事情 好 除了好騙之外 是不是還有其他原因 因為青少年其實他就真的是好騙 就像大名學長他們覺得他就像免洗塊一樣 就少年很多 那只要用錢就可以可以誘惑到他們 那他們也沒有太多的資源 是可以去詢問這件事情到底是對還是不對 因為或許他們不會跟家長討論 我去外面賺什麼外塊 所以說其實對他們來講 他們都是默默的 只是通常是警察抓到了 家長才知道說原來我的孩子已經當車手這麼久了 都不知道 那就您的經驗來講 如果我已經到了警察習慣 這個孩子要帶回來 比較辛苦對不對 我覺得還是有機會啦 我覺得在青少年階段 他們進入到司法系統 那我覺得有一段時間 像在少爺的關護所裡面 他們是可以好好冷靜 去思考自己的過去現在跟未來 那有時候孩子就會比較會想 因為可能在外面太多的誘惑 可能家長跟他說話 然後老師跟他說 或是說同學的影響 他們沒有反而沒有自己的時間 去思考自己未來的方向 那我覺得反而進入到司法系統 不見得是壞事 他們有更多的時間去思考說 我下一次要做什麼樣的選擇 可以讓我再避免 再走到同樣的路 只是這個提醒比較嚴厲一點 OK好 因為其實我之前在查一些資料的時候 有看到說其實犯罪集團 會找這些孩子當車手 有一個部分原因 也是因為他們的行動會比較低 對所以這也是他們很容易被 犯罪集團鎖定的一個目標 然後我現在想跟昨天討論的是 我們同屆也發現說 青少年的犯罪當中 能跟網路有關的犯罪 就佔了三成以上 那您自己輔導過很多的更生少年 您自己有碰過這樣的案例嗎 可不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這些故事 基本上其實現在都是網路 不然是毒品也好 他們有時候都透過網路去交易 然後詐欺也是 然後像一些性博學的案件 其實通常都是透過網路這個媒介 去讓他們找到一些 可能他們所謂的工作機會 對所以其實蠻多孩子 都是因為可能上網 然後去就是可能誤交一些不好的朋友 然後也誤信了他們 他們其實很多都會 那種集團都很會話術 少年 然後就會說像毒品來講 他們就會說 這個是有工才有虛啊 你在做的事情並不是壞事 你是提供他們的需求 什麼意思 就是他們會覺得說 其實賣毒品這件事情 因為孩子有時候會覺得 我要去販售毒品 我其實他們會良心不安 但他們的集團的大哥 就會告訴他說 其實你是 這個是一個市場的供需的概念 你也是在幫助有需要的人 你也是幫助有需要的人 然後讓小朋友會有一些 就覺得那比較放心 然後他就會去幫忙去販售 就好像他的行為是被合理化 是去幫助別人 對啊 然後就會讓他們還就覺得 好像沒有罪惡感這麼重 哇 可是犯罪集團 其實腦袋都很聰明 對啊 好 那既然犯了錯呢 就會希望可以知錯能改 重新回到正軌 不過這個法務部的統計 也發現少年的再犯罪率 其實高達了百分之二十五 為什麼他們會不斷地再犯呢 因為如果他們出來之後 沒有一個找到一個好的工作 或是穩定回到學校 復學的話 再犯機率就很高 我們其實有實務經驗觀察 大概也就是四分之一 少年會再犯 但我們發現成人更高 大概二分之一 成人是二分之一 對 所以說其實基本上 我們會希望他們在青少年階段 就能夠把這樣子的犯罪的習性 是慢慢是可以根除的 讓他們知道他們有一個對的方向 一個好的目標可以學習 他們就不需要在 一直在這個司法系統裡 不斷地循環 那就您的觀察 當這些孩子 他想要重新回到社會上的時候 其實社會給予他們的空間 跟給予他們的機會 其實不是那麼的多 對不對 對 因為很多孩子進到少關所 可能幾個月出來之後 就被學校退學 對 那在沒有一技之長 然後又沒有自己的一些 就是學歷的情況下 他們就是只能走回頭路 因為在外面他們要生存 他們又沒有工作的話 其實基本上是 這個社會大眾還是 還是沒有辦法這麼去接納這些犯過錯的小孩 他們從此以後就被貼了標籤 那可能他們一輩子可能要去找工作 等等的就會被 跟那個標籤劃上等號 對 因為像孩子告訴我說 他1013他投了30封履歷 沒有一個人找他 那這樣說這個孩子 他可能有要固定的去報到 每個月可能要去報到驗尿 或者說你可能不時一個月 還要開一次的停 然後這些都是會導致他 沒有辦法在一個工作職場穩定 那甚至說有些 我們也會告訴孩子說 那你去面試的時候 你可能就是先不要跟雇主講 這樣的事情 因為你擔心雇主的接受度是怎麼樣 對 不能不講嘛 對 他們通常小孩子很單純 就是會講 那講了之後說 那我們現在不缺人了 那甚至說有些孩子 他是已經在這個工作 職場已經穩定 大概三個月 六個月 然後跟老闆也是可以交薪了 他就說 其實我之前有一些案件 然後老闆就是慢慢的 他下個月頒表 剩下八個小時 一個月剩八個小時 從四十個小時到一個小時 剩八個小時 那其實蠻多這樣的情況下 自己孩子自己也知道 所以通常是走投無路的 才會到我們這邊來 接受我們的協助 這情況下也是蠻多的 好 因為你剛剛說到 如果他真的走投無路了 就會到您這邊來 那就協會這邊的經驗來講 我們會怎麼樣去陪伴這些兒少呢 我們其實最一開始就是在 他們進入到少關所 因為那個是一個少年 對少年來講 他們在裡面是一個人生最低谷 因為可能要被剃頭髮 然後剝奪自由 然後上手靠腳樓等等的 所以我們會在他人生最低谷的情況下 我們就遇見了他 那我覺得這個就是很好建立關係的一個起點 對 因為在外面的誘惑太多 聲音太多 他沒有辦法聽見就是我們的聲音 但我們在監院所裡面 其實我們的聲音對他們來講分量是大的 那我們會告訴他去發覺自己的優勢 然後發覺說 告訴自己說 你未來的方向該怎麼走 對 那我覺得透過這樣的關係 那再來說我們有募集接風餐 我們希望他出所的第一餐 是我們咖啡廳請客 所以我們協會請他吃 幫他接風 我們不要是他過去的黑道大哥 幫他接風 因為如果他一出去 就馬上被黑頭車載走了 那他很有可能再回到裡面的環境 對 所以我們其實幫他 我們覺得搶那個第一通電話 跟吃第一頓飯的時間非常的關鍵 所以我們是常住在那個少關所裡面 對 我們每一個都會進到裡面去 然後幫他們上課 除了是團體課程以外 我們還有一對一的可能心理輔導 然後這樣說他們出所後 一條龍的銜接 然後到職場的就業 探索他們的興趣 幫他們上一些職能探索課程 然後幫他們進入到職場去 這個一條龍我們都有在服務他們 好 您剛剛有提到咖啡廳的部分 其實咖啡廳也是讓這些孩子 可以在那邊學一技之長 對 那除此之外 因為我們其實剛在錄節目之前 我們有些人聊到說 其實除了咖啡廳之外 我們還有一些其他的方式 因為可能不是每個小孩都對 可能煮咖啡或是烘焙等等 那麼有興趣 所以我們現在其實還有一些不同的路 可以讓我們選擇對不對 因為現在其實發現產業缺工的情況 很嚴重 尤其是現在公班是非常缺人手的 所以我們現在就發展出公班 我們公班就分了水電 油漆跟家室清潔收納 我們就分三大類 然後這三大類 我們都其實可以讓孩子 可以依照自己的興趣 然後因為我們發現說公班這個項目 他其實學了技術之後 你可以考證照 你也可以自己出來接客人 對 那這樣其實他們其實就會 經濟上就不用太擔心 就等於說我們在這裡 學會了一技職場之後 以後也不用擔心說要回歸社會 我沒有我沒有 我沒有一技職場可以去做 或者是說 因為我自己觀察到 我們自己有時候採訪的時候 碰到一些案例 他可能是說 如果當我今天走投無路 然後我回到了原本的那個環境裡面 我感受到了溫暖 因為我在外面可能其他企業不願意用我 然後我感受不到溫暖 所以我回到了那個 可以給我溫暖的環境 但是一旦他回去了 就可能會再犯 那個機率是比較高的是嗎 對 所以我們必須要 譬如說建立一個公辦 有個咖啡廳 可以讓他們在那裡學一技職場 然後可以讓他們在那邊就業 然後我們現在有公辦 是我們會自己在外面接案嗎 其實我們希望 就是可以打造一個支培的園區 讓各個孩子 他有各樣的需求 是在我們的協會的服務裡面 他就可以對應到他的需求 那我們其實也不斷的去做一些 可能我們會在自己 我們就自己先創業了 我們先創業 這個市場是符合市場的需要 然後也能符合市場 他可以對接到未來的產業 那我們就可以先做 那我們把它做完之後 讓孩子再進來 讓他們有一個安全的 一個空間可以嘗試 自己喜歡的東西 等於我們把那個模式 還有那個市場都建立好了 模式開拓好了 市場都建立好了 然後我們讓這些孩子 可以來這邊學一技之長 那其實也比較有成就感 對 對不對 好 我最後一個問題想請教您 可不可以跟我們分享一個 您輔導過這麼多孩子 你印象最深刻的案例 印象最深刻的案例是 我們現在咖啡廳的店長 那他是從我一百零四 一百零五年 我就接觸過他了 對他其實一開始是 因為他是女孩子 然後他是在 他那時候是 他應該是我學生帶來的朋友 對 然後他是在 他那時候是在 就吸毒的狀況蠻嚴重的 然後他就說 他就告訴我第一句話 就跟我說他沒有朋友 他只有毒友 所以他就 一直吸毒的 對 然後那時候他來的時候 就瘦到三十幾公斤 然後他就拿個 他就拿個袋子 我就說可以看一下裡面是什麼嗎 然後打開裡面是牙刷 牙膏跟毛巾 我說為什麼要帶這些東西 他說其實他每天都住在不同的朋友家 那都是吸毒的朋友 對 然後我覺得那個 那個畫面是讓我非常震撼的 對 我才發現青少年吸毒的問題 這麼嚴重 而且他都還沒有任何 沒有被警察抓到的情況下 沒有任何險科 完全沒有 然後是前輩我遇到了 但那時候他狀況不是太好 因為真的正在退藥 所以我沒有辦法跟他聊太多 但後來下個禮拜 我就發現他在哨關鎖了 對 然後後來也去了 感化教育等等的 但他出所之後 他其實我一直有跟他保持聯繫 對 他出所後的第一天 馬上就來咖啡廳就面試 然後慢慢的就是第一年 第二年考到證照 中餐證照 然後我們也訓練他外場 然後到去年讓他當店長 那當然我們發現說 以他自己走過這條路的情況下 他再去帶跟他一樣 走過這條路的孩子 我覺得那個影響力非常的大 對 我覺得他們 他更知道這些孩子要的是什麼 那更知道怎麼樣提供他們的需要 也還好是一個好的影響 你們接住了他 然後讓他以後可以去接住更多的孩子 對 好 當越來越多孩子呢 可以被接住之後 未來的他們也可以用自身的警力 來給其他人當作借鏡 也提醒更多人不要走錯路 我們今天非常謝謝主任來到節目現場 而稍後我們要繼續來看 兩位曾經擔任詐騙集團車手的青少年 是為什麼走偏 是為什麼讓他們決心悔改呢 馬上回來 歡迎繼續收看刑事特搜 根據警政署最新的年度統計 未滿十八歲的少年嫌疑犯 有百分之十七點四都涉及詐欺 這個比率也是一年比一年高 但是為什麼他們會成為詐騙集團的工具呢 我們找到了兩位年輕人 過去都曾經是詐騙集團的車手 他們透露說自己收一本布子就六萬元 當初因為受不了金錢誘惑 加入了詐騙集團 而這些集團居然還有老師 來教他們如何騙人 現在呢 他們脫離了犯罪 要用自己的經驗告訴更多人 他們為什麼後悔 不只騙台灣人 而是全球華人全面騙 至今幕後詐騙早已年輕化 特勤小組衝上前壓制詐騙主嫌 我可以打工給律師嗎 等一下 等一下讓你請律師 我們現在是搜索期間 2022年詐欺案件近三萬件 創下十二年來同期新高 較前年增加兩成 嫌犯人數來到將近四萬六千人 是十五年來的最高紀錄 詐騙如此猖狂 我們探訪前詐騙集團裡幹部小楊 那我們去收人家的帳戶 我們就可以拿到多少錢 比如說我們拿 收一本我們可以拿到六萬 我們的所有人都在收這個固執 光一個人就可以丟到一千本 收一本賺六萬 年輕人擋不住金錢誘惑 他從打電話做起 還有老師教學詐數 融入各情境 他們有一份稿 我們會因此環境有什麼變稿 好 我們去改變這個稿 比如說疫情來了 我們可能是醫院的護士 或是環保局 或是什麼有各種的行業 但是我們永遠都是同一個核心 就是說你的個人是外洩 聽到個資外洩就是騙 天華亂罪都是華招 再將你的資料轉給二線做核對 確認無誤後 最後第三通電話 傳來網址只要一按 你的錢就會被轉進人頭賬戶 你只要聽到說 你的信息在外面外洩 你就不要 就是很明顯 就是詐騙 被抓後務施輔導走向正途 回守詐騙路 騙到跟媽媽同年紀的最感慨 我常常打就是打到 跟我媽媽是同一個出生年紀的時候 其實我很不忍心 但是因為我們有主管 我沒有老師在後面看著 當你如果沒有在認真工作的話 很可能就把你做事翻掉 或是去到家庭 或許 今年十九歲的晨晨也曾走偏 辦案時還未成年 十六歲每月賺到近百萬 貪婪搞出黑吃黑 差點命喪狂權 但警方逮捕又被輕判 緩刑罰還 青少年堅扯詐欺案人數 二零一七年起破千件 一路成長到一千六百六十二件 但起前防治法罰則不中 他們大多是以車手 或是中間聯絡人 為黑道跑腿為主 因為有了專業的分工 所以他在這個犯罪的追究上面的話 就無法獲得全面性的 來嚴懲 來重罰 所以說我們會再針對 整個詐騙集團的架構 目前都是以組織犯罪防治條例本身 來去查查 那接下來將每一個詐騙集團 從首腦到幹部 以及下端的成員 都能在這個司法上面 能夠得到重成 那我們希望整體來遏制 這個詐欺的氾濫 少年詐欺犯傷了無辜的受害者 也毀了自己 如今懺悔 希望重生 休息一下 稍微繼續來看 幾位年輕人狠心殺人 還毀失滅跡 受害的是一位年僅十七歲的 臺日混血檳榔稀施 案件直到二十二年後 才找到兇手 我們休息一下 回回到刑事特殊 二十五年前桃園平鎮 發生了一起離奇的粉絲案 死者腋下夾著一隻黑狗 身上有許多奇怪的血字 當時因為監視器不發達 加上無法辨識 死者身份 最後只能夠以無名師下葬 但是就在二十多年後 突然有一名男子 報案說他曾經聽到一位女子酒後吐針 鹽 坦承共同殺人 於是警方重啟調查 發現死者是一名 相當漂亮的臺日混血檳榔稀施 原來就是這位檳榔稀施的老闆 及同事 四個人將少女囚禁毆打致死 而最後還分屍滅擊 大批救貨人員和員警圍在草叢旁 層層封鎖線內 被推落邊坡的女子 造就沒了生命迹象 二十五年前桃園這起離奇命案 發生在平鎮這處草叢 一開始有民眾報案失火了 緊急招來消防隊員 但在火勢撲滅後 竟然在現場驚見一句 已經被燒得面目全非的短髮女師 因為她身上已經沒有可以辨識的特徵 無法確認身份 更沒有其他線索 就這樣成了懸案 一直到二零二零年五月 才露出一絲破案曙光 原來警方接獲一名秘密證人舉報 自稱是兇閒的好友 曾募集案發過程 多年來都無法釋懷 經過測謊確認後 檢警重啟調查 確認死者 就是臺日混血的零性少女 時隔多年之後替女兒大聲喊冤 外界才慢慢發現整起命案的原貌 在二十五年前 年僅十七歲的零性少女 在主嫌潘子健經營的檳榔攤工作 因為只會說臺語和日語 被取了一個綽號 櫻花妹 不過潘子健和合夥人陳愚師 有一天發現營收短少 懷疑是少女手腳不乾淨 再加上陳愚師認為對方喜歡 她的男友五姓男子 所以在一九九八年十二月七號 三人夥同另外一名陳姓女子 把人關在檳榔攤二樓房間內 加以圍毆 還拿檳榔剪剃頭淋虐 少女雖然一度逃出 但她離開前放話 要舉報四人吸毒 惹怒嫌犯 隔天又再度被抓回 這次嫌犯下手更狠 直到少女血流不止 失去意識 這群人一不做 二不休 把少女勒畢 由於擔心東窗事發 他們決定毀屍滅跡 將屍體載到偏僻草叢 買了三桶汽油 點火粉絲 嫌犯害怕被死者報復 甚至還在屍體上撒狗血 一起燒掉 手段兇殘 二零二一年一月桃園地院一審開庭 原先潘子健和陳瑜師認罪殺人 被判處無期徒刑 沒想到二審兩人都翻供 當庭否認犯刑 讓死者父親當場大罵嫌犯撒謊 請求法官重判死刑 死者父親無法接受 但法官認為雖然嫌犯手段兇殘 惡刑重大 但犯案時年紀上輕 案件也已超過二十年 最後兩名主嫌均判刑十四年六個月 另外一名誠信共犯犯案時未成年 判刑十四年兩個月 無心男子則是潛逃國外 至今人遭到通緝 同時愛女已經二十五年 雖然成功成冤得雪 但司法審判結果卻不如預期 也讓死者家屬始終無法釋懷 金新聞綜合報導 分析這起殺人焚屍案的四名凶手 在案發當年都只有不到二十四歲 依法還屬於青年或是少年 也是因此獲得輕判 我們今天就來做相關的討論 來到現場的是律師劉維廷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們先來討論的是這起案件 凶手情侶黨潘子健 陳御師先虐待了死者 讓他慘死之後又焚燒 就這樣在外過了二十二年的生活 但是最後卻只有各判了十四年六個月 為什麼 其實這個案件 我覺得是蠻殘忍的 但是因為當時他們的年紀 有一位是未成年 然後有一位是剛成年 所以從我們法律面來看 我們都希望給這些青少年 能夠有自信的機會 所以因此在判刑上面 也相對是比較輕判的 我們會認為說 可能當時候的社會上面 給這些青少年 或許知識不正確 所以不能夠說一切全部都怪他們 所以有一部分 我們認為是社會的責任 因此就沒有判到無期徒刑 或死刑這麼嚴重的懲罰 如果他是成年人 可能就會到 對 因為他們是四個人 而且殺法是非常兇殘 所以在這種狀況下面 其實判到無期徒刑 或判到死刑的機率 相對是高的 只是因為他們犯罪的時候 比較年輕這樣子 對 對 對 好 那因為犯案的時候 還年輕 兩位主持人 最後是獲判了 獲得了輕判 但是有一名涉案的 陳姓女子 他是因為犯案是還沒有成年 所以是移送了少年法院 我們今天就要請教劉律師 什麼叫做少年事件 那少年事件跟一般刑案的處理方式 有哪裡不一樣嗎 其實有很大的不一樣 所謂少年事件 針對是十二歲以上 十八歲以下的這些青少年 那我們就認為說 因為他未成年 所以還有在教育 有在教化的可能 所以不管是法院的開庭 他不像是一般我們傳統法院 法官穿著法袍開庭 他是開庭的時候 他其實是一個少年官 那這個少年的法官 處理少年的法官 可能也不穿法袍 然後某個程度上 有點像是跟他聊天 或訓誡的方式 來告誡他這些處罰 所以我們如果今天假設 不是一個五年以上的重罪 像這個當然是五年以上的重罪 如果更輕的 其實甚至最後 可能只是交付保護管束啦 或甚至只是訓斥 就讓他回家了 也不會真的進到刑罰來做處罰 那像這個案件 他是一個殺人案件 他是一個重罪案件 所以有可能會進到刑罰去處罰 只是說法官在審理的過程 相對針對少年 就是一個比較和緩的方式 那希望說如果有這個機會 例如說經過少年法官的判斷 他其實這個犯罪的嫌疑 沒有很重大 或是參與犯罪沒有很深 或許就會用比較輕的處罰方式 來處罰他 而不像一般我們想到的殺人案件 如果他是主嫌 那當然都是重判的狀況 所以這個是一個少年案件 跟一般案件最大的差別 他其實好像在少年這種事件當中 他其實海上在跟時間不一樣 好像是他會事前先去調查 對不對 對他也會有一些調查 例如說也做一些家訪 或者是說跟你 就是本身有做一些訪事 然後來瞭解你的家庭背景 跟狀況 那包括說處置的方法 例如說除了我們一般懲罰以外 他可能也會透過什麼一個禮拜 然後你必須來跟關護人或少年 調查官來做一些溝通協調 去了解說本身這個少年後來的發展 怎麼樣 所以他本身的這些機制 都比較不像是單純只有懲罰 而是有這個再教育的意味 是很濃厚的 那這個也是過往 我們針對這些少年 希望能夠讓他有更多的改過自新 或重新回到社會 這樣子的一個想法 就是年紀還小 希望可以再給他一次機會這樣子 對 過去幾年少年事件處理法修正的部分條文 那跟以前有哪裡不一樣 他的目的又是什麼呢 好 我們其實少年事件處理法 已經經歷五十二年 也修了十一次 那過往我們其實針對這種少年案件 我們是警方接案 或者是說檢察官接案以後 全面移送到法院去做審判 但是我們現在做了一個很大的調整 我們沒有全部通通去做移送 而且我們是一個輔導先行的制度 主要原因是我們先請少年調查官 先去調查這個少年的家庭環境背景 那看看有沒有機會去做輔導 那過往當然就是直接就是審判 就是處罰了 那現在就是以這種輔導的方式 以及去做一些調查的方式 更瞭解這些少年為什麼會犯這個錯 那有沒有調整的可能 有沒有再輔導再教育的可能 所以整個如果認為說 我們經過了調查 經過了輔導 認為他不需要送到法院去審判 我們也可以直接就有少年的法官 直接自己就自己下處分了 那自己下處分自己去做一些調整 那跟以往就是送到一般法院去 然後去做審判的狀況上是不一樣的 所以我們會看到整個少年事件 我們是越來越往這個關懷輔導 以及改正的方向去 而不是單純只是做懲罰而已 這個是不是也是一種修復式司法 對 是的 他比較像是一個修復式司法 就過往當然只有懲罰而已 但是現在的修復式司法是希望說不管少年 他自己本身的個人未來的發展 或者是說針對這個被害人的部分 如果這些少年本身跟這個被害人 也有可能達成和解 或者是說雙方可以能夠和平共存的話 那總比單純的處罰來得好 所以在我們的司法上面 也採現在的修復式司法跟被害人 以及在這個少年本身被調查 跟輔導的過程當中 都能夠增進這些少年 還能夠再有機會回到我們的社會上面來 好 那除了我們剛才看到那個案子 他當然因為殺人罪是比較重大的刑案 那如果這個少年犯的罪 他不是重大刑案 是像偷竊 打人等等 這種相對來講 比較輕一點的行為的話 我們會怎麼處理 就過往像這種比較輕微案件 我們講說不是五年以上的案件 那少年的部分 其實就比較多 就是輔導的部分 所以有可能第一個就是最簡單 例如說直接訓誡 訓斥 告訴這少年不要再犯 那這樣他就回家了 那第二種就是例如說 我們約定一段的期間 可能每個禮拜 或是三年內的每週 然後都必須來向少年法官來做報道 那少年法官也瞭解 他這一段時間的狀況 或是有的甚至寫悔過書 等等這種比較輕微的處罰方式 那當然再更嚴重一點 或許就是保護管束 這種方式來做處理 就不像過往 就是只有處罰 接下來我想再請教劉律師的時候 其實我看了一下刑事局的統計資料 其實有蠻多少年或是青少年 他們涉及的案件 可能都是跟詐欺有關 可能被當成車手等等的 那有人說是因為 也知道說他們如果犯了罪 可能刑度很低 所以都找他們 這個部分是不是其實我們法律上 也需要再調整的地方 對啊 沒錯 其實我們過往少年事件 就像我們剛才提到 越來越朝向輔導 越來越朝向希望他們回到社會 所以懲罰相對的輕 那就變成說這些犯罪集團 包括你剛才講的詐騙集團的首腦 或甚至毒品集團的首腦 他們會覺得說 那我利用青少年來犯罪 第一個青少年會覺得自己其實犯錯 處罰很輕 所以他自己願意去做這個犯罪 那再加上自己的確年少無知 所以就讓很多人變 很多的這些青少年變成一個 被利用的對象 那我們當然是覺得說 好 那青少年變成被利用對象 我們似乎也應該轉個角度 不要再不斷地告訴青少年 你的處罰不嚴重 而是應該告訴青少年或許一剛開始我們是可以容忍你的 可是一旦你在犯的時候 你明知固犯的時候 或許這個處罰 已經就會跟成年人是一樣的 這樣才有可能再來 喝止這些青少年 可能再度的參與犯罪 否則在現在的這個社會氛圍下 我們會看到很多 包括詐騙集團的車手 包括運送毒品的 去送毒品的 很多都是青少年 那他們也知道 他們在做犯罪的事情 只是覺得自己犯錯 可能懲罰很輕微 所以他們願意拿一些小例 然後就去犯罪 所以也是希望說 在這個司法的角度上面 除了給他們再社會化 除了給他們改進的機會 也應該去調整 如果再犯的懲罰 應該要跟成年人一樣 這其實家長也不要覺得說 好像我的孩子犯了錯 跟我沒什麼關係 其實如果家中的少年犯案的話 父母也是需要負法律責任的 我們上次先請劉律師 跟我們講一下 為什麼 那家長有可能會需要負擔 什麼樣的責任呢 其實正常來講 個人造業 個人單自己做錯事 自己出發 只是因為少年本身 那時候法律上面 還有一個法定待人存在 所以依照我們民法的規定 父母如果跟了未成年 他有犯其他侵權行為 損害到別人權益的話 法律上面是必須要做連帶負責的 所以等於說少年做錯事 父母必須連帶去做一個賠償的責任 所以在這上面 父母不會是完全沒責任 除非說這現在的少年已經滿十八歲以上 那滿十八歲以上 法律上現在已經是成年了 父母才脫離掉這個法律責任 否則他還是有指示照顧跟監督這些小孩子的責任 那如果說是他如果除了民事部分 那可能家長會需要賠償 那如果刑事部分 如果少年他可能犯了五年以上重罪 他可能需要面臨一些刑事的處罰的話 那家長會跟他們有關係嗎 有 也是有關係的 甚至如果說認定是可能父母是屬於管教 或屬於照顧 或屬於輔導 甚至也會請父母去上課 或者是讓父母去增加一些再教育 教導他們如何去照顧這個小孩 所以父母不會完全就跟他無責 所以某個程度上面 經過少年調查官 或是少年法官 他們去做判斷 有可能也會請一起輔導 這是父母親的 那如果就是父母親 可能平常就屬於管教 如果說他已經被要求 要接受親職教育 那不出庭 不去上課 怎麼辦 這部分可能就對父母有一些懲罰 有一些罰款等等 這樣子的處置 如果過往 例如說小孩子是未成年法 特別是如果是兒童事件的話 那法律規定父母對兒童 其實是有照顧教養 這樣子的一個責任存在 所以如果這個父母 因為屬於照顧教養 導致這個子女 像你剛才講的說 在車裡面悶死等等 這父母法律上面 可能還負擔過失致死的責任 因為自己屬於這些照顧 所以有可能讓這父母 法律上也必須要去做負責的 那當然如果照您所說 如果說這小孩子 假設他已經是成年了 那法律上面 當然就不會要求父母 也必須要連帶負擔到 這樣子的一個法律責任存在 所以家長其實要特別注意 那不要覺得生了小孩 好像教養不改你的事 其實你一方面 可能有民事的責任 就如果面臨賠償的話 有民事的責任 然後再來就是如果有刑事責任 你可能必須要去上親職教育 如果不去會罰錢的 那如果說有刑事責任 像如果發生了什麼事情 你可能家長也會涉及到過失致死 過失致死 對好 這部分也提醒觀眾朋友要特別注意 那接下來我們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青少年是國家未來的主人翁 如果他們的犯罪率繼續增加 恐怕也將影響到國家的發展 而今天這期節目呢 就是希望提醒大家青少年犯罪的影響 還有防治 也謝謝劉律師來到節目現場 和我們分享 謝謝劉律師 謝謝家儀 謝謝各位觀眾 感謝你的收看 我是戴家儀 刑事特搜 我們下禮拜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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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